大家好,我是Erin 我現在在明洞周邊 因為我以前認識了日本朋友 她來韓國玩 她說她想要在明洞逛 其實我之前不是有說我沒有那麼喜歡明洞嗎 但是有朋友想來 我想說順便看一下 或許別人玩起來會比我玩起來有趣也說不定 你好久不見 可以拍媒體嗎 哈囉~~ 你怎麼回事? 很汗 汗嗎? 超汗的 汗的 她說很髒耶 她們都在拍攝 你也在拍攝 5時到4時到5時 我現在穿了 衝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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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 其實我都沒有去過 她說非常的髒 然後一個人入場會大概6萬塊 欸不對 你先問2萬塊 KIMBA我待會在那邊吃 KIMBA現在有很多店 KIMBA現在有很多店 KI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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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在找說不知道吃什麼 因為路上很多好吃的 然後餐廳看起來也很多好吃的 剛剛我沒有照到 不過在明洞阿 就是我們剛剛講日文嘛 然後就會日文的店員 一直要把我的朋友 拉走拉走 太可怕了 就塞了兩個東西拿了之後就完蛋了 所以小心小心 我們現在陷入了選擇地獄 就東西實在太多了 但是餵只有一個 而且每個看起來其實都蠻好吃的 但是就是有點貴 啊~~ 火鍋 我最喜歡蝦子 好香喔 首先先有 奶油放上去 然後再有蝦子 熱熱 這也太大了吧 這是烤超級大的象牙背的感覺 哇 旁邊有新鮮的欸 上面都是奶油 我朋友要來換錢了 現在要來換錢 可以看一下匯率 其實每一家應該都差不多 這是什麼? 這是豬鞋 這是豬鞋 剛剛解釋說就是韓國有那個鞋長的 然後因為在台灣有多鞋糕 但是我覺得韓國的鞋長有點太新了 我比較沒有那麼喜歡 紫菜飯捲種類有很多種 那剛剛他買的這個是裡面幾乎都沒有東西 就是最傳統的 可是那種我覺得沒有很好吃 哈哈哈哈 我朋友說想要買那個面膜 我就介紹他來Indis Free買這樣子 這一個大概30塊台幣左右 但是我之前用過蘆貴的 我覺得品質還不錯 我買了一個綜合煎餅 然後我剛才什麼都沒有講 他就把兩個吸管插下去了 我有在自己的吸管的時候 其實我真的超喜歡韓國的煎餅 我買了一個綜合煎餅 我買了一個綜合煎餅 然後我剛才什麼都沒有講 他就把兩個吸管插下去了 我有在自己的吸管的時候 其實我真的超喜歡韓國煎餅 這個是我最喜歡的 零動小吃 這個蠻有名的 我買買看 我現在要吃這個肉串 因為他在網路上很有名 可是我每次看都覺得他好像沒有很好吃 所以我來嚐一下 肉串 因為他在網路上很有名 肉 沒有好吃 這很普通啊 到底為什麼有名啊 這個肉 這是肉 這是肉 這是他打的肉 就只是個肉 炸肉 喔對了 提醒一下大家 我的日文真的超不好 千萬不要學我的日文 我就亂講一通 今天的那個Vlog都在記錄到這邊 然後明天想要帶你們去看一下 Daiya Festival 那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慶典 然後我有被受邀去參加一個Live Streaming 跟胖東一起 那明天再帶你們去看 今天到這裡啦 那我們明天見 我現在在Daiya Festival會場 跟胖東一起等 待會要開始直播 很緊張 因為其實我原本不知道它是一個這麼大的祭典 該怎麼說呢 就是胖東當初邀請我的時候 我以為就是在一個Studio裡面講話直播 沒有想到場面這麼浩大 我的媽呀 等一下呢 我要用中文就是介紹韓國的一些街頭食物啊 還有美食給你們 那這個 因為我原本真的不知道這麼大 所以我沒有在我的影片告訴你們說我會直播 不好意思 那我現在錄影片給你們看 見到主持人 哇你好 他是美拍的播主叫做熊大大 我們美拍ID是熊大大 熊大大 因為台灣人比較少用美拍 因為台灣人都喜歡用Youtube對吧 你都常用Youtube 我們等一下三個人要一起直播 不過他還有經驗所以我不用擔心 反正當然就一起聊天就好啦 對啊就一起聊天 我等一下要開始拍 然後剛剛我們三個還沒有拍之前就聊得很開心 所以等一下直播應該沒什麼問題吧 現在直播結束了 就是一個一直在吃然後介紹直播這樣 剛直播完 那一直吃一直吃 對我們搭了地鐵然後剛剛又再出來 原因是因為他沒有還麥克風 然後我是直播完想說 耶結束了就顧著回去 我忘記讓你們看一下Daya Festival了 這裡是他的會場你看 超圓的不知道看不看得出來 這個名字也叫巨蛋 這也叫巨蛋 這個Daya Festival啊它要有票 要買票才能進來 你知道門票多少錢嗎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門票多少錢 感覺應該不是不會很貴吧 好多小學生中學生 對很多小學生中學生來 這個Daya Festival他們裡面 剛剛其實是奧伯跟我說的 它有分很多區 它有分很多區 有美中的網紅啊 或者是玩遊戲的網紅 不同區 然後大家可以來 大見面會 就是把YouTuber們全部都集合在一起 一次讓你看得夠這樣子 這洞也太高了吧 這是它的路口 你們看其實 很多小學生過來 所以看起來就是 現在韓國的小學生中學生啊 還蠻瘋YouTuber這樣子 那奧伯說 親子類的YouTuber也蠻紅的 所以 連家人都可以來了 一家大小 從這邊進去 你們看現在人爆多欸 我的身後啊 是最大的舞台 然後現在 現在就是在做 已經要閉幕典禮 因為它六點結束了 然後我們 我們五點吃完之後 他們其實已經準備要收了 很多YouTuber出現了 在最後的遊行 你們看你們看 有沒有看到你們認識的人 這些啊 就是在Daya Festival裡面 CJ Group裡面的YouTuber藝人 在最後節目 結業的時候 大家穿著孩子不出場這樣 台灣有這樣子的Event嗎 我覺得好像 有看過個人的 有看過個人的YouTuber見面會 但是我還沒有看過這樣 集結一大群人 一大群YouTuber一起的欸 不好意思 已經要結束了 已經都在猜了 感謝奧伯陪我來 雖然我也算是拍到的啦 其實這差不多是長這樣 跟我們巨蛋很像 不同的台 然後大家在互相 拼人氣 對 我現在已經差不多回到家附近了 那我覺得真的是一個還蠻得的體驗 因為Daya Festival它是 齊聚韓國各大YouTuber 齊聚一堂的一個大盛典 那就可以想像說 如果把所有這些人氣YouTuber 聚在一起 到底會有多盛大 它其實會場裡面 真的非常 大聲 因為有在唱歌啊表演 所以我們剛剛就是 就算有帶麥克風 還是要很努力的講話很大聲 這樣你們才比較聽得到這樣子 其實這五個零食裡面 我覺得我最喜歡的 反而是那個辣火雞麵 因為如果不要加胖冬給我吃的那個辣醬的話 其實真的還蠻好吃的欸 而且就第一口很辣 但是習慣之後 後面會想要把它全部吃完的那一種 謝謝你們跟我一起過這兩天啦 那我下禮拜再努力多產出一點影片給你們 因為我這禮拜拍太多了 都沒時間剪輯 那我們下次見啦 謝謝你們 掰掰